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家狗也叫包子 那是我21年 过年的时候从别人家抱过来的 那时候儿子也小 起什么名字呀 儿子说包子 从那以后就是我们家成员了 一提到这个名字 别人都觉得呀 极庆过年的感觉 蒙古包子馅儿都是手中切的 所以吃起来的话有嚼劲 肉有肉粒 菜有菜粒 洋味油也是切的 丹州一样大小 放点酱油 放点葱 放点盐 别的就不放了 火面 火到筋道以后 拿盆盖上 行个几分钟 开始包包子 包子一般是三种 太阳包子 月亮包子 绵羊包子 我是比较喜欢太阳形的包子 感觉更隆重一些 馅儿 每年四季 每年四季 不一样 那是春天吃的最好的 哎呀 特别好吃 然后一到夏天开始出那个 下午饭 奶饭 奶饭出来了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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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的时候啊 结婚啊 过瘦啊 重要的日子 桌上必须有这个美食 这是一个对客人的礼仪 也是一个传统 小时候 我姐我俩刚学习包子吃了 这种包的不好的 我爸就直接弄扁了 烤着吃 长大了以后也是故意弄扁几个 烤着吃 有孩子了 孩子有时候也包不好 弄扁他 烤着吃 哈哈哈 给姐夫拉了一车煤 顺便 帮他们包过年的包子去 我查了一下资料 包子很可能是缺于 比方游牧民族 在我们草原上 过去不掌握这个发酵技术 所以就一直流传到现在是这种 死面包子 包包子一般都是晚上包 动得特别快 皮干不了 口感就好 我记得小时候 晚上我爸妈动包子 进来的时候 就是我姐我俩最期待的时刻 就听着从外面 有没有那种塑料的声音啊 听见就高兴 一进来 哎呀那那切够了 现在也是 东王包子给孩子 带家人 切够孩子们也高兴 我觉得我小时候的 那个美好的回忆吧 应该也给孩子留下 我们把大年三十叫皮冬 南蒙古语就是封闭的意思 把包子也叫皮冬好 就是包起来的封闭式的那种饭 我爸说 冬是一年内最不安全的一晚上 我爸就太阳落山之前 把牛羊喂好了 把肚子都填饱了 把牛羊圈关闭好 然后回到家 水缸啥的都填满了 车的油箱也加满了 能填满的东西都填满了 门窗都关好 然后一家人吃着包子 都要把今晚安全地过了 明天就是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了 这是我17年 八年三十画的皮冬的图案 就是有太阳包子 有月亮包子 有绵羊包子 当时发朋友圈 还有人说 八年三十是没有月亮的 然后我就回复 八年三十没有月亮 但有月亮包子 第一天 都不干嘛 是 就不公里有 不过 你 有日子 刚好